是這個樣子嘛 是腿踢直了 腿踢直了他才走嘛 所以他的膝蓋每一次走路 膝蓋都有一個這個踢 是不是 膝蓋都踢直了 那個女的呢 他是落腳比較早 剛才那兩個男的他踢直了 他落腳比較晚 彎回來他落了 那個女的他是踢出去的 他落腳比較早 變成腳跟落 腳跟落下來以後壓力 他感覺他的膝蓋每一次都往後彎 都往後壓嘛 是不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要掌握的 尤其是練拳嘛 你練拳你不可能這樣子上步啊 你在動啊 你的力量比走路還要大 是不是 所以不可以給膝蓋那樣的壓力 所以我們在用的是出去以後 跟你們剛才練那個一樣嘛 膝蓋鬆掉 當胯一體膝蓋 你看 膝蓋會自然往前晃嘛 是不是 當他自然往前晃的時候 到這裡 他的垂 跟地的垂直線應該是在這 可是因為他是從後面晃過來 他有一個加速度的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會晃到這裡來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當他晃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 我們的重心就過來剛剛好 這樣不懂 所以當我是大的 當我是大的 比方講我是跑步 我是跑步 我後面上來大的 我落下來一樣是這樣子 這樣不懂 我走小步 坐下來一樣是這樣 反正我落腳的時候 小腿一定是直的 小腿一定是直的 老師 那我們走擺扣也是一樣 一樣嘛 所以你走擺扣步也是一樣 你說後面一體膝蓋就啪 落下來就直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不應該也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斜的在變直嘛 所以老師常常說擺扣是在跨 對 所以你要從走路來體會 你天天走路嘛 你的重心應該怎麼跟 你的重心在哪裡 你看大部分的走路 重心在後嘛 重心在後面嘛 腳往前晃嘛 可是重心在後嘛 所以他就跟不上那個小腿落下去的那個時間點 我們要練 要掌握 我們在動態中要平衡 八卦拳在動態中你要保持到平衡 你就是要在動態中去掌握你跟小腿的那個垂直線 所以才說八卦到後來只有一條腿 只有一條腿 就是你要落的那條腿 你要掌握到自己 你的重心永遠跟那條腿是合住在一個垂直線上面 不管你怎麼動 那你們上街 你們看每一個人走路 你們去看每一個人走路 看他們是不是走路 看他們在動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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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拳的人 包括練拳的人 你一看他走路的樣子 你就知道他練什麼 你知道他練的對 對還是錯 要不懂 走路就是在掌握你自己的重心啊 啊 知道了嗎